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15号是约通社成立66周年 直此之际国会主席阮胜怂探访了越南通讯社 并与本社领导举行工作会议 1945年9月15号 越南通讯社正式向全世界播放历史的独立宣言 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名单 即神圣的时刻被定为越南通讯社的传统日 经过66周年形成立发展 目前越通社在全国各省市设有63个国内分社 和在海外设有27个驻外分社 与世界40家通讯社和媒体建立合作关系 并积极参加国际和地区的新闻组织 国会主席阮胜雄代表党和国家 向越通社全体干部与工作人员表示热烈出贺 并表扬越通社在66年来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 阮主席表示 可以说越通社历代干部和工作人员 以用自己的生命 偶心力血以及爱国精神等换取民族独立斗争 和今天建国与为国事业的胜利 直此之际 软生熊主席参观了越通社对外新闻部办公室 和越通社电视频带中心的播音室和制作室等 越通社特派记者报道 9月14号上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越南政府总理软金永哥夫人 以及越南政府高级代表团的欢迎仪式 隆重举行后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 与软金永总理进行礼节性会面 随后双方举行了会谈 会谈上 双方一致同意将越南和印尼关系提升到新台阶 面向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稳定合作发展与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双方就东海问题和东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落实情况 和面向制定东海行为规则展开讨论 苏西洛总统表示支持在国际法律的基础上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各方存在的分歧 会谈后 阮金永总理和苏西洛总统出席了2012年 2015年阶段越南与印尼行动计划和加强两国外交部信息交换活动被忘录的签署于事 当天按照东盟惯例 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与印尼外交部长马迪进行礼节性会面 并举行双方会谈 瑞士将继续在瑞士具有优势 而越南正需要的金融、银行、粮食、药品、农业、河水泥等各领域 向越南提供帮助 并加强与越南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关系 这是正在越市进行访问的越南政府副总理黄仲海 同瑞士经济部长约翰·士奈德·阿曼 于9月13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会谈时 追放着最初的承诺 会谈上 双方就采取加强两国关系 尤其是在投资贸易和金融银行领域合作关系的措施与方向达成一致 黄仲海副总理指出 越南将继续推动革新事业 不断融入国际实惠 克服目前的一些经济困难 立正到2020年将越南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黄副总理高度评价 瑞士政府关于向越南提供到2016年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同时强调 越南一向充实 并希望加强与瑞士传统友好的合作关系 同一天 越南和瑞士两国的金融银行研讨会也在伯尔尼举行 研讨会吸引了瑞士众多一流专家参加 越南企业信息技术发展的挑战与展望 越南与法国贸易合作机遇 是我国信息传媒部与法国驻越南商务处 以9月13日在壳内联合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主题 本次研讨会是越法两国企业深入了解各自国家的信息技术市场 特别是以自己先有的经验和作为一个信息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 法国企业将为越南在信息技术转让 信息技术应用服务产品发展 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提供帮助 2010年越南信息技术产业收入总额达76亿美元 其中一届领域的增长率较高 如软件技术增长率约为25%达10多亿美元 数码内容技术约为40%达9亿多美元 越南被视为软件技术追据吸引力的十国之一 这一切是越南的核喜信号 为在越南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树立信心 9月13号众多四面八方游客和八地头顿省人民 落意不绝地来到头顿省 前探和圣山神祠参加囚仪节 作为本地渔民祈求奉条与顺 繁荣富裕的圣山神祠囚仪节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今年的囚仪节是最具规模和迎来最多游客的 按囚仪节的习俗 农历8月16是真日 其后将举行多项文化活动和民间游戏等 近年囚仪节被八地头顿省 选为推广当地文化和旅游的重大文化事件之一 四个国家一个目的地 国际旅游投资促进会议 于9月13号在胡志明市召开 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 四个国家文化体育旅游部长 与来自第七个国的200名代表参加了促进会议 本次促进会议的目的是 吸引旅游基础设施签设的投资基金 有效和可继续开发旅游潜力 确保四国投资商和地方人民的利益 议会代表现议因为旅游投资商创造便利条件 同时认为本次会议是推介前老缅月 四国发展潜力的良好机会 近年来 前普寨、老沃、缅甸和越南等四个国家的旅游业 都成蓬勃发展局势 成为各自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的重要动力之一 上述四国旅游量增长率一直高于 东盟地区和世界的平均增长率 2010年四国借贷游客约1094万人士 同比增长近25% 在会议上发表显化时 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部长黄俊英表示 2010年越南借贷了国际游客500多万名人士 同比增长34.8% 当天晚 前老缅月四国旅游奖励颁奖仪仪式在胡志明市举行 主委会向四国在2010年取得注册成绩的各旅行社 饭馆和酒店颁奖旅奖项 本社朱雅加达记者报道 东盟高级官员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达拉省省会 绵栏召开 为今年11月17号至19号 在印尼巴黎岛举行的第19届东盟峰会 做好了准备工作 印尼外交部东盟合作总市长乔·卡里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上 东盟各成员国告级官员其中讨论展开今年7月16日到23日 在巴黎岛举行的第44届东盟外长级会议和相关会议 以及第18届东盟地区论坛所达成公司的内容等重要问题 此外 东盟高官会议还就继续完成成立东盟和平与和解机构的方案 落实东盟宪章 构建包括东盟政治安全支柱在内的东盟共同体议程等问题进行讨论 9月13日由于回教极端枪手的活动日益增多 泰国政府决定延长实施泰国南部三府紧急状态法的期限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英拉九里的政府通过了对本国南部地区紧急状态法延长90天的决定 南部地区紧急状态法于2005年正式胜销 允许安全力量在回教同胞生活交为集中的 若拉府 纳拉提瓦府和北戴年府等三府特有拒捕权力 从2004年至今 泰国所发生的袭击事件 打致4700人死亡 我们今天点igs我们的规短 sir 感谢各位的收看 民进先放 bubbl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